日前,印度金奈七岁男孩拉温德拉纳特因下颌肿胀疼痛难忍前往就医。 经X光和CT检查,医生发现其右下颌的肿块里包裹着数百个未发育完全的牙齿。 经过五个小时的手术,医生切除了重达200克的囊肿,并从中取出了526颗牙齿。 手术三天后,男孩恢复正常,医生称此病例非常罕见,牙齿数量之多属世界首例。